三秒转出黑暗魔王 三 二 我选中间那个 转 哈哈 白雪是我 回答错误 那我选第一个 转 你也白雪底下是我 白雪 你又回答错误 你们知道 哪个是黑暗魔王吗 快告诉我吧 只剩下一个了 最后一个 一定是黑暗魔王 转 哈哈 白雪是我 艾莎 你就是故意的 这里边根本就没有黑暗魔王 这游戏一点也不可玩 谁是没有黑暗魔王的 你看 什么 这也算 当然了 你输了 不行 我要再来一次 艾莎 我们也要玩 可以 变 艾莎 这次不会是找出来哪个是大宝吧 当然不是 这次找出来哪个是黑暗魔王 哇 这个怎么找啊 都是大宝的背影 那我们还是不要玩了 你们确定吗 赢来的人 可是可以获得魔法大礼包 哇塞 魔法大礼包 艾莎 快开始吧 人物猜猜看 现在开始 我先来 白雪姐姐 你听我说 不听不听 我选第一个 第一个拿着棒棒糖 黑暗魔王最喜欢吃棒棒糖了 第一个一定是黑暗魔王 真 我是大宝 我最喜欢的也是棒棒糖 白雪 你可真是太笨了 黑暗可以带刺我 啊 怎么会这样 白雪姐 我刚才想告诉你的就是 第一局的时候 三个朋友都不是黑暗魔王 什么 那黑暗魔王在哪 黑暗魔王的名字在台子上 白雪 你怎么不早说啊 谁来第二个菜 完了 现在就收下两个咯 到底哪个菜是黑暗魔王呢 哈 有了 熊猫 你怎么把榴莲拿过来了 黑暗魔王真是看去榴莲了 嘿嘿 黑暗魔王看到榴莲 一定会忍不住的 哈哈 我知道了 艾莎 我先搜狗 三号一定是黑暗魔王 啊 咱们是小哥修 好香啊 既然是我最爱的榴莲 你该让我吃一口 熊猫回答错误 哎呦 那好吧 最后一个 一定是黑暗魔王啊 不对 上次我就是这么答错的 我要好好想想再回答 哈喽 白熊贝尔熊妹 你们在干嘛呢 黑暗魔王 你怎么在这 怎么了 黑暗魔王 你在这里 那台子上的是谁呀 你们在说什么 哎呀 糟糕 黑暗魔王 你怎么来这儿了 既然黑暗魔王在这里 那台上的两个 就都不是黑暗魔王 可恶 竟然被你们给知道了 你们都没有黑暗正确 所以魔法道理包 还是我的 啊 我是不是不应该出现 黑暗魔王 都怪你 那我还是赶紧走吧 眼前关注 下棋 放学了 放学一半 今天怎么放学又吃东西啊 来不及了 你们也快吃吧 我吃完了 我也吃完了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放学就要吃东西啊 放学桌子上出现的食物 一定要吃完 不能浪费 不然会出大事的 不能浪费 你们快吃啊 我吃完了 也可不好吃 丢丢 监测到浪费食物 目标瞄准 消失 哦 熊妹到哪里了 也是那个地方 是什么啊 昨天 站住 别择我 机器人你为什么要追小鞋 他挑剔浪费食物 我们要把他带到美食星球 惩罚他 我不想被带走 美食星人 小鞋已经知道错了 那好吧 如果你们星球的小朋友 都不浪费食物 我就原谅你们 好 言言为定 从明天开始进行三天的考验 现在考验还没有结束 那什么会被带到哪里呢 找到美食星人就知道了 我们快出发 去找美食星人吧 美食星人在哪 不知道 对了 我们浪费食物 美食星人知道很生气 就快出来了 这样能有用吗 试试不就知道了 大宝 别 检测到浪费食物 目标瞄准 消失 大宝也被美食星人带走了 怎么办呀 怎么了白雪辈 小美和大宝被美食星人带走了 美食星人带走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浪费食物 浪费食物 好吧 那我们找美食星人商量商量 可是我们不知道美食星人在哪里 白雪辈 你们输了 死美食星人 美食星人 你为什么把大家都带走 因为你们星球上的小朋友都浪费食物 大家都在哪里 我带你们去看看 我带你们去看看 这是哪里 这是美食星球的农场 他们要在这里工作 种植蔬蔬菜水果 你们又来了 我相信大家 黑暗魔王 你也浪费食物了 我黑暗魔王可没有 我是来带你们回家的 是的 我们带你们回家的 真的吗 不可以 他们必须种完这些地才可以 不就是这么一小片 我们一起很快就种完了 不对 是这一片大田野都要种植 我们以后再也不让回食物了 熊妹 大宝 我们以后再也不让回食物了 他们才做梦 眼睛拍种子 历历皆辛苦 他们睡觉的在念今天学的古诗呢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 下面开始公布我们班的班干部 老师怎么就拿了三个勋章啊 完了 不用想 肯定没有我的 我这么爱哭 肯定也没有我的 咱们班的体育课代表是王子 王子上个学期组织大家 在跑步接力赛里 获得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 为班里争光了 所以这个体育之星勋章给王子 谢谢老师 我以后也会带同学们好好运动的 就剩两个勋章了 白雪肯定是班长 剩下的那个会是我的吗 算了 反正我是不抱希望了 第二个课代表是大宝 什么 竟然是我 恭喜你啊大宝 这怎么可能 大宝虽然淘气了一些 但是非常的乐于助人 帮助老师擦黑板 和值日的同学一起打扫卫生 任老人院 是老师的得力小助手 所以这个副班长勋章给大宝 我太开心了 我竟然是副班长 谢谢老师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 不用想了 最后一个肯定是白雪的 对啊 白雪姐姐学习好 又善良热心 最后一个一定是白雪姐姐的 第三个课代表勋章是贝尔的 什么 老师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的 就是贝尔的 贝尔在这次的音乐比赛中 帮助大家排练 艾哥的纠正同学们的音调 是一个很棒的音乐指挥 所以这个音乐课代表勋章 就应该是贝尔的 谢谢老师 我还是第一次当课代表呢 妈妈知道了的话 肯定会很开心的 啊 三个勋章已经发完了 没有勋章了 虽然我没有当上课代表 但是我还是替大家开心的 可是还没有办长的 老师 这是怎么关心啊 哎呀 差点忘了 还有一个呢 这个语文勋章是熊妹的 啊 老师 语文勋章是给我的 对啊熊妹 你忘记了 我处上脸 如何日当午 我知道 下脸是汉地和下土 呵 看我的 遇到小炉收紫烟 雅看瀑布挂尖村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提忘了 算我请 好吧熊妹 算你赢了 所以语文可代表 熊妹当之无愧 谢谢老师 怎么只有我 什么也没有啊 班学 这个奖杯是给你的 啊 你做班长一直做得很好 尽知尽责帮助同学们 所以 这个学习的班长 还是你来当 太好了 谢谢老师 我会继续保持的 点赞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 大宝用了嘴巴唱歌 零分 嘿嘿 踢球了我踢 贝尔用了脚踢球 零分 这本书可真好看 熊妹白雪用了眼睛看书 零分 零分零分零分 你们通通都是零分 为什么 老师 我用脚踢球得零分 这是为什么 你们上的可是奇葩学校 你们要是一直学不会奇葩 奇葩考试怎么能考及格呢 那考试的时候 怎样才能考及格 这样吧 只要你们能完成我给你们布置的奇葩作业 你们考试就算及格了 太好了 白雪的奇葩作业是要让一支笔停在半空 这怎么可能 熊妹的是要让彩虹失去颜色 什么 彩虹 这我哪里够得到 大宝要让时间停止 老师 我又不会魔法 这不可能的 贝尔要用一张纸盖成一栋房子 这不可能 我知道 这些作业都很难 可是只要你们完成作业的方式够奇葩 就没问题 你们一定可以做到的 唉 怎么完成奇葩作业啊 我看 老师就是故意为难人 哈 我想到彩虹失去颜色的办法了 我先回家完成作业了 熊妹怎么这么快就想出办法了 我也要快点回家 想办法完成作业才行 我也要赶紧回家 大家 等等我 大家都完成作业了吗 完成了 大宝贝尔 你们俩完成了吗 呃 算是完成吧 老师 我先叫作业吧 你看 人家半空的笔 不错 白雪 你是用了什么奇葩方式完成的 老师 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 你看 那是谁 是我 没错 是隐身的我 在帮白雪拿着笔 所以笔才可以停在半空 老师 我算是完成作业了吗 当然算 下一个 熊妹你呢 老师你看 这里的彩虹没有颜色 的确没颜色 这也算 老师说了 不管用什么方式 只要完成作业就好了 对熊妹合格 老师 那我的也能合格 你看我的 时间就止 老师你看 这个表上只有一点 无论指针指到哪里 都是一点 所以它就代表时间就止了 嘿嘿 怎么样老师啊 我的方法是不是很棒 大宝也不错 作业完成的非常出色 贝尔你呢 老师你看 这是我用指叠的房子 算不算用一张纸叠成一栋房子啊 没错 就是这样 没想到 你们竟然出色的完成了我给你们布置的奇葩作业 你们都是一百分 耶 小朋友们 一个问题有很多种解决办法 遇到问题 我们要积极开动脑筋 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吧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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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